9月12日晚,网红李宇童在微博发长文字报叫薛之谦骗财骗感情。 李宇童在文中称2012年,他与薛之谦合开淘宝店,起初只是单纯的合作伙伴,随着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,突然有一天薛之谦来和他表白,说已经深深地爱上他。 但是因为高磊心已经怀了他的孩子,不能跟他在一起,而当时高磊心还要求薛之谦和他结婚。 而之后薛之谦突然打电话和他说,高磊心说他流产了,薛之谦怀疑是被骗了和他提出离婚,高磊心便索要了一千万离婚费,否则就要爆料。 后来薛之谦请求李宇童通过网店的钱来凑着一千万,结果后来薛之谦和高磊心离婚前又买了房,他多次与薛之谦提出分手,但是薛之谦对他软硬兼施,如果他一提出分手,薛之谦还做出把公司的家具电脑都砸烂的极端行为。 同时又承诺一个月内必须解决之类的话,然后有一天半夜他突然接到薛的电话,说高磊心得了脑除体瘤,要一千万看病,否则就爆料说薛之谦残忍抛弃,患病糟糠。 之后薛之谦一拖再拖,李宇童最终选择离开,放弃了感情和网店。 对于被很多人质疑为何这事发生,李宇童反驳说,当时知道他和高磊心重新在一起时,该让我如何理解? 那曾经赔给高的钱,现在是不是成为我送给你们的嫁妆呢? 最后李宇童表示,切开心口的伤疤还是挺痛的。 写到这里我也挺解气的,今天先这样吧,明天再继续。 对于李宇童的爆料,不少网友质疑其蹭热度,没有证据爆料时间线混乱。 对此,李宇童好友网红张大义和弯弯发生逆停。 有网友称,李宇童当时和薛之谦火锅店的合伙人有一腿,在薛之谦离婚前还有个韩国男朋友。 张大义回复,这个韩国男朋友是优秘和薛分手之后谈的男朋友,我们都知道的,弯弯则反击,怎么着? 分手都两年了,还不能之后找男朋友,奇怪。